文多利亚的秘密 时尚大秀想必小伙伴们都不陌生 其中两位亚洲的中国籍超模 何岁和刘文也是受到了内地小伙伴们的喜爱 同样作为文多利亚的秘密的超模 他们的身高都是178厘米 更是在各方面被比较 那今天咱们就来比较一下吧 身穿蓝白色条文衬衫的刘文 看起来非常亲切 虽然刘文的身材本来就非常的高调 但是镜头从下往上拍的角度 更显刘文的身材高调 不仅将刘文的腿拍得非常细 连骨架都显小了许多 蓝白条文衬衫非常的显瘦 但显然身为超模的刘文 并不需要显瘦的单品 衬衫宽松的设计 让刘文的看起来更加的苗条 骨架撑起的衬衫也是气场十足 半仔在牛仔裤里的衬衫下摆 更显大长腿的修长 紧身的牛仔裤很好地勾勒出了 刘文纤细笔直的大长腿 七分裤的设计露出半截脚踝 看起来非常的性感 裤脚开叉的设计非常的独特 让纯色的牛仔裤看起来不那么的单调 时尚感满满 镜头偏下的拍照角度 真是很能显气质 拧口半扣上的穿法 让刘文的颈部线条非常好地展现了出来 同时更显刘文的脖子修长 中分的发型十分显脸小 再来看看合穗吧 镜头在上的拍摄角度很容易显脸大 就连时尚超模合穗也不例外 逆光的角度更是让拍摄出来 人像看起来有点可怕 脸上一半亮光 一半逆光显得非常的奇怪 身穿暗红色 天鹅绒脸体裤的合穗 看起来身材非常的好 逆光拍摄没有展现出合穗白皙的皮肤 而且斜招拍照有点奇怪 让拍摄人像有种马上要倒地的感觉 走路动作的合穗看起来 大长腿垂直与地面 拉短了大长腿的济实感 相比刘文的拍摄效果 合穗真是差了很多 十分尴尬 正常角度拍摄就好看了许多 暗红的脸体裤 更显合穗的皮肤白皙 宽松的顾腿 还是能看出合穗的大长腿 所以终于明白了正确的拍摄角度比身高更重要 刘文178 合穗178 差距尴尬 终于明白身高和拍照角度哪个更重要